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微信号最近被封 杨战青先生以前曾经在中国从事卫生维权工作 早期担任过中国已肝患者网站肝胆相照论坛法律版的版主 北京一人屏中心郑州办公室主任 郑州一人屏组织执行主任 那么杨战青现在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研究访问 最近几年杨战青一直利用美国推特网表达他对中国公共事务的关注 我们对他的采访首先从他最近转发的 有关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校友群的微信截图开始 这个微信截图显示 有微信用截图反映 北大77级法律系群被封一事 说这个群里有政要 甚至总理都在群里 希望这个微信群得到恢复 这样的微信截图是否可信 杨战青自己的微信号又是如何被封 下面就请听我对杨战青的专访 杨战青先生 我看到您在美国推特网上 这两天转发了中国微信上的截图 微信截图上显示的两个人的对话 一个人说 北大77级法律系群不知何故被封了 想问您能否恢复 他们这个群因为有政要 一直很自律 从没有发过什么出国的文章和信息 还有一个人说 我问问应该是有内容触发了 所以我看到您也是转发了这个微信截图 是吧 对 我看推特网上好几个人都转发了这个微信截图 而且有人说呢 这个北大法律系77级微信群被封 这个是中国现在的现任总理李克强所在的这个微信群 因为我也不确定 但是我想应该是李克强 因为我是在一个记者朋友圈里看到的 这个非常代表性 也就是说你只要用微信 他可能不管是谁 他有一个像大数据机器人去审查 那可能触发他一个民态师 有可能自动把你封了 或者限制登陆 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被限制 我在64那天晚上 我的微信也被限制登陆 说限制我8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您的这个整个微信号都被封了 是吧 对 我晚上还好好的 在美国的时间早上 我一打开 是退出的状态 我很奇怪 我没有退出 然后我登陆的时候 他提醒我 由于什么传播谣言 对限制登陆 8天后可以申请解封 就是64期间嘛 很多人都被封了 6430周年前 对 是的 因为我在推套上 也看到很多人也是被封了 有的人可能知道 但是知道也是自己推测 因为你不可能对每一句话 或者你自己所在的群 每一句话都了解那么清楚 那这个解封的这个过程 据说现在是有 要刷脸才能进 是这样吗 您的这个解封过程是这样的吗 它不是 它解封的时候必须找一个 实名认证的微信号 并且是绑定的银行卡 好像还要求什么 两年之内还半年之内 没有被限制过 比如说找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人 去帮你解封 你给他发信息 然后他通过他的微信号 来帮你操作 并且操作的过程中 还要认证他的银行卡信息 电话号码等各种信息 确认之后通过了 你这边才能解封 我当时找了好几个人 因为很多人不信任你 他也不愿意给你解封 有的人害怕你 他也不敢给你解封 后来有一个人愿意保护解封 所以我说很麻烦 他通过各种手段 他其实让你低头 让你屈服这套规则 因为你不屈服的话 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 这个是以前没有过的是吧 这个微信这次封锁 我去年也被封过 我去年也是在六四左右 所以我有时候我就莫名其妙 因为我专门在微信 我还没有专门去发这个 关于六四的信息 因为我知道随时都可能被封 但是还是莫名其妙的被封 这一段时间还有就是香港的问题 香港反送中游行这方面的消息 也是挺引人关注的 推特上也有很多的人说 微信上发一下香港的这个消息 也会被封 对 因为我的微信 其中是有一个群的群组 那个群里面 当时发了很多 关于香港游行的一些图片 还有一些视频 所以因为我那天呢 另外在另外一个微信群里面 和别人争论这个六四的问题 有可能这个因素导致被封 但我确定是哪一个 比如说乡时只要发 和香港反送中游行相关的信息 很多人的微信 都是被冻结被限制 或者群直接就被封了 那么像这个北大法律系 77级微信群被封的微信对话截图呢 这样的微信截图啊 可信度有多少呢 对 我是倾向也相信是真的 我想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成员 可能也觉得委屈 或者觉得很荒诞 那可能把这个截图放出去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专题节目 网络博弈 小安主持 请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 自由亚洲电台 网络博弈 专题节目是15分钟 我们关注中国网络 和社交媒体封锁 信息审查的情况 现在旅居美国的法律学者 杨战青 最近微信号就被封锁 在中国封锁 香港反送中游行信息的情况下 大陆的民众 对于香港反送中游行的 理解 存在多少误区 在信息号被封锁的情况下 为什么许多人 还选择继续使用微信 请继续收听 我对杨战青的专访 杨战青先生 您还在这个 美国推特网上 发了一个推文 说是 看看微信号被封的黑幕 一边呢 是政府打压 限制言论自由 另外一边也有可能是 有权力的操作人员 借机发财 合起来呢 搞成微信损益被封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他这个起立就相当于 这个大环境 就是维稳的环境 就是任何言论 都可能会被限制 在这种环境下 那有的人 他就权力迅速 他有这样的权力 那他就 用这种权力去挣钱 也就是说 他帮别人 去帮一下商家呀 或者帮一些 有特殊目的的人 去帮他 绷别人的号 绷的理由呢 就涉及到了维稳 随便找一个理由 那么确实是 就是在推特网上呢 一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 他也曾经透露 就是六四期间呢 他因为发了香港 六四烛光网会的图片 他的微信被封 他的解封过程 就是要交一个罚款给微信 他透露那个过程 他交了罚款 您没有交罚款 对不对 所以看来就是 每个人解封的这个过程 不是都一样的 那也有可能 因为这很多东西 都是怎么说 暗箱操作 没有什么透明度可言 那您微信被封之后 您有没有想过 给微信公司打电话 给腾讯公司打电话 客服打电话 问一下 然后我就没有指望了 因为两三年之前 那个时候还没有 也就是说 言人自由封锁 打压这么厉害的时候 当时被封 包括微博被限制 然后你给他发信息 他就像机器人一样 就你回复那一句话 就说你违规了 然后他还给你发一个规定 但那个规定 你根本看不出来 你到底违反了什么规定 看到您还有6月20号 转发信息 就是说是 现在国内有的企业 和学校呢 开始清查手机了 也是转发了一些 文件性的图片 是吧 有这方面的文件要求 对这种 比如说人人自危 或者说各个领域 都开始进行言论审议 就觉得这种环境 越来越可怕 那现在这个翻墙 比过去就更难了吗 应该是 因为我以前的微信群里面 还有好多是翻墙的 现在他们都说翻不过去了 如果对电脑或者手机 熟练精通的 应该还能翻 但是难度是越来越高了 那些不太熟悉精通的 过去那种傻瓜式软件 那种简易操作的翻墙软件 基本上有不了 那么对于香港反送中游行 现在大陆这方面的消息 进得很厉害 基本上都是官方言论 在这方面呢 大陆的民众啊 也什么样的理解他们的误气呢 微博上有少数的议论 有的就是说 香港是在 港独势力挑动的 这种反送中游行 还有这个环球时报 就说是香港反送中游行 是在西方的 特别是在美国势力的下面 进行的这种 香港反中的运动 因为这个信息封锁 他没办法翻墙 没办法了解 全面的了解更多的信息 那作为党媒呢 他肯定会选择性的 比如他会专门弄一个 一个民众去和警察 去有冲突的打警察的 然后这个镜头去放传 然后他并没有放传警察 去打民众的 这样有选择性的话 那对国内的宣传 我所在的微信群里面 大部分人都是非常反感 民众的游行 他们都认为这是一群暴徒 然后另外呢 觉得这部分人都是 拿了美国的钱 才去上街的 另外他们觉得 中国大陆或者中央政府 对香港人就很好了 现在香港人还不满意 其实就是说 自己在大陆很不得知 也看不到香港人有自由 我所在的群里面 微信群里面 大部分人这种 比如少数 比如一个群四五百人 可能只有两三个人 会有其他的看法 并且敢于说出来 也许有其他人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也不敢说 我觉得 他是不是颜色责民 那关键是 这个香港的民众的意见 他是不是成年人 他有成年人 他有自己的诉求 那香港市民 为什么有这样的诉求 你要不要尊重他这诉求 但是有没有美国的支持 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 必须有支持 但是在支持香港人的诉求 那你为什么中国中央政府 你就不尊重香港人的诉求 那您这次微信号被封是第二次 是吧 你说以前被封过一次 对 只能发一些 自认为不会被封的 不会被限制的 但是呢 又不能发 因为我不愿意发 和党内一样的 肯定是发 特别一些批判性的观点 或者一些看法 也就是说 你想在这个加封里面 这样发的声音 就感觉很难 很憋屈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就不想再去用 但是觉得 我如果不用的话 那基本上和国内 就等于是失去了互动 所以还是在用 包括微信 一直在用 就是你明明知道 它是被严密监视的 对 还是没办法 你包括想和国内的 比如说这些疫苗的家长啊 还有一些 其他的受害者 你想和他交流 他没有其他不应 他没有其他安全软件 他只有微信 这基本上就是 唯一的渠道 就是个透明的一个通行工具 被监视的透明 其他这种类似于 也都杀一劲百 这样就导致你 人人自我审查 并且审查的标准 越来越严格 越来越苛刻 因为很多人的微信 微博可能都被疯了多少次 甚至最后都放弃了 现在微博很多 基本上就没有敢说话的大V了 微信的公众号 敢说话的也不少没有了 但是有的时候 消息还是可以流传开的 是吧 有一些这个消息 是的 是可以流传 但是流传的范围 就是说和过去比就小了 好的听众朋友 让我们感谢 现在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 研究访问的 法律学者杨战青 和大家分享 他最近微信号被封的经历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经历 欢迎您和我们联系 与听众朋友分享您的感受 听众朋友 我的推特和脸书账号都是小安 我的电子邮箱是 wangy at rfa.org 欢迎您在网上和我们交流 主持人小安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